我们的处长,最终我们议会的大家长,我们的宋议长,还有我们最认真的郑林议员 还有今天所有来参与我们六合理理民会堂动土 所有来参与的来宾,我们的处兵,大家午安,大家好 想到整个理民会堂的新建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慢慢困难的过程 我记得当时我们的六合理理长还特别拜托我们 要向中央争取一个四百万中央理林会堂的一个补助 也因此也有中央的一个补助之下 才有让我们的理民会堂今天能够动土 那事实上我们当时安乐区核定了两间理民会堂 我要真的跟我们的理长和理长跟人家说声恭喜 他会比较快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理民会堂还在难产努力当中 也希望未来能够继续能够努力 那刚才如同各位来宾所讲的 明年九月落成 在落成前硬体盖完之后 还有内部的装修内部的设备都要来努力 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这里议员 还有我们安乐区的其他议员 都有答应过理长 还要继续打拼 让我们理民会堂里面不是只有空盒子而已 让里面尽美 能够让我们大家用得很高兴 用得很快乐 再次的祝福我们六合理理民好朋友们 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何家平安 谢谢大家 谢谢